老话说的好,一白遮白丑,宝宝也是一样,皮肤白的宝宝看上去更可爱,更招人喜欢。 但是一些宝妈就很担心,自家宝贝天生长得黑,变白是不是没希望了? 其实宝妈打可放心,只要做好相应的措施,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,宝宝是可以白回来的。 变黑的原因,一,防晒不到位,而可医生建议宝宝应该多晒太阳,因为晒太阳不但可以促进身体发育,还能增强体内新陈代谢的能力,但切记不能过度。 宝宝胶嫩的皮肤如果长期暴露在太阳底下,只会将光老化性和光毒性的共同作用,无限放大,最终导致宝宝皮肤变黑变粗糙。 二,饮食不均衡,宝宝正在发育的最佳阶段,许多妈妈生怕宝宝营养不够,就疯狂地给宝宝补养,最终却适得其反。 比如宝宝的皮肤变化,或者黑中痰化,那就是盘胡萝卜素的食物摄入太多了,比如胡萝卜,南瓜等,所以一定要控制好料。 三,湿疹乱涂药,湿疹是宝宝在幼幼儿期间,一种肠化的疾病,宝宝的皮肤会出现一大片红点,并且伴有湿养,而且还会引起皮肤色素的变化。 所以宝宝就很容易变黑,宝宝一旦化上湿疹,除了药及湿就医,一定不能乱用药,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哦。 四,可能有狂胆,由于新生儿的各项身体机能还没有发育完善,特别是肝脏功能,会限制胆红素的新肠代谢。 再加上血液中的红细胞偏多,很容易生成过多胆红素,进而就换上了黄胆,黄胆会使宝宝的皮肤呈浅黄或身金黄色,甚至还会涉及四肢级手足。 变白秘诀一,温水洗脸要坚持,首先洗脸很重要,其次就是要用温水,因为温水对皮肤的刺激最小,清洗程度也最高,每天早晚个一次,尽量避免使用各种紧性的肥皂水。 宝宝刚睡醒,不完爽后满头大汗,也要及时给宝宝擦洗,保持干燥,不但不容易感冒,而且对皮肤也好。 变白秘诀二,四季防晒要注重,防晒不只是夏天的不足不足,一年四季都不能舒服,过度不晒会导致皮肤晒伤,特速增加,特别是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,是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,尽量避免让宝宝外出,宝妈们可以给宝宝购买一些儿童防晒,特别是在夏天,尽量减少与阳光的直接接触。 变白秘诀三,健康饮食要均衡,那条是变白的重要因素之一,如果宝宝肌肤变黑,是因为营养不均衡,那么只要减少此类食品的量,慢慢的,宝宝皮肤就会恢复过来。 另外,多吃一些卡维生素C和维生素A的食物,比如番茄,葡萄,冬花,动物的肝脏,牛奶等,都是可以让宝宝变白的。 变白秘诀 美白产品不乱用,美白是需要内条和外用共同作用的,宝妈们千万不能听信产言,特别是一些爱购物的宝妈们,听到美白产品就两眼发光。 一定要理智,给宝宝论用一些美白产品,只会适得其反,再加上宝宝的年纪较小,乱使用钙激素的药,很有可能会引起各种皮肤疾病。 只要护理得当,再加上也是群衡,黑宝宝也会变白我。 当然,家有白宝宝的宝妈,也不能教育清心,护理很重要,美白不是一蹴而就的,宝妈们一定要有耐心,慢慢坚持,相信宝宝一定会变白,变漂亮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